這間叫做Zipplin的餐廳 它裝熱狗的盒子很有感染力 它後面是很大的字寫著 PASSION AND DREAMS 其實我們在城市生活 每天就是為了生活 要應付很多的責任 可能忘記了PASSION和DREAMS 當人沒有了PASSION和DREAMS 它就剩下吃OFIN和一堆責任 人生就沒有了顏色 它說到自己這麼有PASSION 這麼有DREAMS 那又有什麼做了 原來它有捐抗疫麵包 也挺多 然後又去做這些活動 可能就是船員 它其實因為是一個Franchise 或者打算賣Franchise的一個餐廳 那接著什麼叫聯合理華呢 那有些抗疫之類 那應該是送這些抗疫物品 那有參加一些冬日美食節 還有BEN SHOW 是不是有些唱歌呢 TELESCOPE 是Franklin TELESCOPE 是Sugarbroad 是否不知道呢 然後又要去擺檔 哇 爬龍舟 那真的有PASSION 我看到它現在只有兩個餐廳 就可能是未很成功 可以找到很多人加盟它 那它就準備做Franchise 那它的website 它這個website 這裡其實也有一個飛船 其實飛船其中一個秘密 就是它其實是可以充電的 它其實經常都出現在一些大廈的頂 就有支很尖的東西就刺著它 那我以前就是覺得 哇 是否因為這樣刺穿了它呢 那其實它是充電的 那這件事是不多人說的 但是該知道的人就知道 那它其實除了在這裡有充電之外 它是很多大廈都有充電的 我都有一個video是關於飛船和Ziblin火車的 那希望你喜歡這個Ziblin火車的分享 請你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